嗯 这些感觉有点 您现在收看的是 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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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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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华人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就是孝顺的力量 为了超度父母祖先多少钱多少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这对我也是一样 因为我能够出家也是为了我父母 特别我的妈妈不然我虽然想出家 乃是因缘注定我是个出家人 但是我还是出不了家 但是因为我的母亲事先生病 我才能够发达云 还有一次厉害是我的丈母娘也生病 生病了没办法睡觉 没办法吃饭 她以为她要死了 她就拿了很多钱 她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她跟我说 你用尽各种方法 能够让我睡觉 多少钱都花都没关系 所以我就找我表哥 我的表哥已经学佛了 他说哇 等多久了 终于等到机会了 他从来没拿过钱来供养三宝 然后我就问我表哥说 怎么办 他没办法睡了 快死了 没有问题 可以转业的 有没有钱 有了 他有钱 他就找了六个出家人来 到我们家来 帮我们拜慈悲三昧水灿 这是我第一次拜 当然也不可能叫老人拜 我们出钱出力 结果我表哥说 付二十万 他们就会念得很认真 就二十万 我那时候觉得 唷念金还蛮贵的 二十万 但是我就跟着念 等我念完三昧水 我从头贵到尾 六个钟头 我会觉得 我花这六十万了吧 二十万 太花了 两百万我都觉得花得来 不然我没有机会 读到三昧水灿 这么好的精髓 因为三昧水灿 可以是三藏经典里面的精要 把它放在里面 你要解释三昧水灿 都不容易有 当然了 念金给钱 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是对我们来讲 没有听闻佛法的人 能够听闻佛法 没有拜过禅的人 能够拜过禅 那太殊胜了 那不是金钱可以换到 问题更重要 拜完颤以后 那一天晚上 我们回去 丈母娘就睡着了 睡着了 她觉得太好了 我那时候觉得 真有用 拜个水颤 她就睡着了 医生什么说也没用 她就睡着了 所以这对我很好 身洗对佛法 很大的信心 后来我妈妈只要一身病 我也是自己跪在办公室 自己躺 不用二十万 自己跪在那边自己念 我还没念完 她就打电话来 不用跪啊 不用跪啊 因为我妈妈很疼 她知道我在跪 不要跪了 不要跪了 赶快 她已经好了 不痛了 所以我想 对我来讲 每一部经 每一部颤 每一个佛号 每一个字 每一个咒 都是血润 都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今天去海边 哪怕你念一句 阿弥陀佛 哪怕你念一个字 对这些动物道 可怜的 现前你看得到的 三个道 就是这些了 因为你不救它 就被杀 你救了 它也可能被杀 那些小鱼放下去 你看那些海狮 虎视眈眈 我在那边看似 看不下去 一通过去 吃掉 面包不吃 要吃鱼 这就是我在那边想 苦海无边 我们在这个世界 在这边轮回 随时你就被吃掉 说脖极苦 做鱼也苦 海狮也苦 你不吃 难道要家吃面包吗 喝海水吗 对它来讲太苦了 所以鱼也苦 海狮也苦 这个世界 放生也是一个暂时的 让它有个暂时的安乐 事实上放下去 死亡的比例太大了 但是你不放 它百分之一百死 但是你放了 它可能活久一点 至少它跟你之间 结个很好的缘 有时候我跟他们出海 就放龙虾 我当然很欢喜 但是我在想 出海开那么久 龙虾放下去 龙虾还不会游泳 你放下去 它就咚咚咚咚咚 然后大雨就咔嚓 还没到海底就不见了 到底放还不放 到底放还不放 当然要放 它有活的机会 所以我在海边 我都一直这个念 来 那经典有说 你放生的鱼 如果念 保济如来 它旁边会有两个护发神 守护它 就算它业障 现前死了 直接胜天 所以意思是说 就算这只鱼 放下去了 它不得不死亡 但是你有帮它念 保济如来 它可以脱离 那我们还不希望它升天而已 离苦升天 往生净土 所以我们还会加念阿弥陀佛 七佛如来 当然有人说保济如来 就是保圣如来 都可以 所以我们七佛如来里面 只是我们会加念 到底是不是同一尊 但是经典里面 写的是保济如来 但是翻译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 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禁礼 我们叫戒甲修真 这些鱼死亡是必然的 也就是我们身体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至少 我们在这个生生灭灭 找到一个不生不灭的真理 我们懂得修行 我们这个生命是有限的 但我们可以创造无限的快乐 所以阿弥陀佛那时候 视线神风干禅师 阿弥陀佛那时候 视线神有名严寿禅师 对不对 有名严寿禅师 被抓去斩头 他也要放生 这是阿弥陀佛的视线 阿弥陀佛还有一次 视线什么呢 在斯里兰卡 那个岛已经 已经没有水和没有东西 抓鱼也抓不到 那些老百姓快饿死了 结果呢 他们在很痛苦的时候 突然 这个 有一些鱼出现了 他们奇怪 鱼怎么游到岸边来呢 不走 而且每一只鱼都在 好吧 好吧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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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去抓 抓来吃 后来全面做完后面没鱼了 那他们鱼讲阿弥陀 那有人就开始 阿弥陀 阿弥陀 鱼就越来越多 念得越大声 鱼越大支 哇 他们就抓 一直抓 这下全岛都快乐 但是抓了三个月以后 大家吃得饱饱 他们村长突然死掉了 那村长死掉以后 继续抓吧 反正你找到海边 阿弥陀 阿弥陀 鱼就会烤过来 然后就可以抓到就可以吃 后来那村长死掉以后 大家拜拜完 又出来抓鱼 出来看到村长 视线在半空中 坐在莲花上面放光 然后大家奇怪 村长要去升天了 哇 村长现在不得了了 那个村长就跟大家说 他说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吃掉的鱼 都是一尊佛叫 阿弥陀佛 视线的 不信吗 不信你们去后山谷看看 我们大家吃了这么多鱼 鱼骨头通通丢在后山谷 你看那是什么 结果大家跑去后山谷看 一看 所有的鱼骨头都变成莲花 一朵一朵在那边 所以村长说 虽然我死了 你们纪念我 我要告诉你们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事实上 我们大家所吃掉的鱼 都是阿弥陀佛视线的 哇 那时候老百姓终于知道了 每个人都专心的 村长劝他们 大家念佛 求生净土 村长先走了 因为世间苦 后来那个岛现在还在 没有半个人 你知道为什么没半个人 通通往生 阿弥陀佛会四线神 鱼给你吃 阿弥陀佛会四线神 你跟我念佛 所以我想每一个佛 他会用各种各种的方法 因为世间极苦 海事也苦 鱼鸟也苦 抓鱼也苦 卖鱼给我们 我觉得他们很苦 他们将来会不会堕落 一样他们赚钱了 今天我们放了一百多万 我们问会长 九千多块美金 被他们赚走了 我们是要救命的 还给钱 但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Rocco 跟我说师傅平常也可以放 捞一网十块美金 有没有你捞过 你只要捞一次你就付十块美金 多捞少是你的能力 十块美金就抓一把 所以各位平常你就 开车去多捞几网 一网十块美金 十块美金可以救几百条命 对不对 太划得来了 太划得来了 所以这段时间在台湾叫渔苗季 因为六七月 渔苗慢慢长大了 十公分十二公分 这个时候是最好最好救命 因为这个时候存活力最大 存活力最大 当然我想有钱真好 能够做一点对生命有帮助 特别经典说 一个人这一辈子杀死一头马 一百头马 就像杀死一百个人 罪业很大 但是如果你有惭愧心去救十八只物命 你的杀业就可以断除 十八只 所以我经常叫人家 你一个月就放十八只 然后师父为什么要十八只 佛讲了 因为你开海鲜餐厅嘛 那你至少一个月放十八只 一般他都答应 这个简单 十八 简单 我说你十八 你太太要十八 你儿子也十八 你好好放吧 但是至少他愿意听 我想经典写这个十八一定有它的意义 他认为这个简单 如果你要叫他放很多很多 有一个无量 他就说干脆不要做 对不对 但是你刚才讲十八 他就想我进海鲜 我就一个月放十八只容易 那经典说 放十八只就把你这一辈子的杀业消除掉 就像大家说八万在戒 一日一夜八万在戒 七世升天 七世做富贵人 你可以断除十四世的恶业 所以消除杀业 所以我想我们救命放生 十件的慈悲 所以我很喜欢带人家放生 我没有一天不放生 虽然我人在外面跑来跑去 他们都传相片给我 我们一天在世界各地 合起来二三四场放生 每一场都要相片 现在那个脸书还可以做直播 我都会在那边看 然后这边观想 哦哦哦哦哦 因为我要把这个心情跟他放在一起 因为也希望得到这个功德 也融入这个功德 让自己随时保持在那个状态里面 状态就是慈悲吧 因为你参与了 而且每一场放生 我都会说哎 我要布施钱 我要布施钱 融入在这里面 虽然我们不是布施很多 但至少融入在这个功德里面 参与这个功德 所以各位都知道说 因为我每天要到处去超度 等一下我们还要去混沐区 就要把这些功德带到那边去 因为他们没做的 我们替他做 因为他们有了这些福德功德 然后呢 带着他们归 劝他们往生净土 那就容易了 所以佛印禅师讲这句话 来 各位念一下 来 吃素 念佛 兼放生 必到 西方 上品会 大家都会背 吃素 念佛兼放生 必定西方 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太好了 只是我有点不满意 有没有会想说 我们一年至少半一次 我有点痛苦 是一个月一次 还是一年一次 还是我挺错 我是 叫天天放生 天天吃素 天天慈悲 天天思死 才能够天天快乐 因为不慈悲 就像没呼吸一样 没空气 没冷气 很痛苦 所以无论如何 希望各位养成天天慈悲 用观想的 可不可以养 点一只香 撒几滴水 撒几颗米 因为你的生命就有充电了 手机一天不充电 隔天不能用 所以要天天充电 为什么 替众生做 因为现在这样才做的太少 撒身吃肉的太多 因为现在环境越文明 限制就越多了 不太容易 所以当然有人问我说 你干嘛那么痛苦天天放生 我为你呢 因为你没做 我来做呢 爸爸妈妈没做 只好我来做呢 所以 但是无论如何 为别人才是为自己 所以这些很简单的想法 很多人马上问 你为什么要放生 你只要回答 为了救命 众生最宝贵的就是 他的生命 对我们来讲 佛教徒来讲 一条鱼 一个人 一个佛 生命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经典说 佛陀把所有众生 包括一只小蚂蚁 都当做 他心中唯一的儿子 罗霍罗 所以你去放生 就是救佛陀的儿子 放生 就是圆满诸佛的本愿 普遍恨愿 所以任何理由 不管对方怎么样反对 怎么样讲 什么生态 环保 当然有很多理由讲 你都可以了解 但是他不了解 放生就是救命 你批评 你反对 就是断命 所以各位 不杀生戒这一条 不是说 我已经守不杀生戒 就叫不杀生戒 不杀生戒 因为你要每天意念的 我绝对不要让自己可以杀 而去杀 可以杀我绝对不杀 可以救我要救 因为我们从不杀生还要修十善业 我要救命 所以没事你要去观想怎么救命 怎么救命 让你的这个心态 这个观念 很重要 比如说你守五年了 不杀生了 结果你中间都没这样想 那你很浪费 一天要想 两天要想 我保持在不杀生的阶段 我保持在救命的阶段 要让你的心力的功德一直增上 这个很重要 你并不能说 我这个人已经吃素了 那吃素 本来如果吃素没有用念头去想的话 那吃素就不是功德 所以我为什么要吃素 我本来可以吃肉了 但是因为我要慈悲 我要关心众生苦 所以我吃素 不但如此 当愿众生都吃素 那你每一顿饭都变成菩提之粮 所以学佛要精进 你不能十年前十年后还是样子 因为你可能十年了 但是你的心灵的力量没增加 所以你要每天都在放生 分分秒秒就在放生 然后要去意念这个功德 你分分秒秒都在不杀生 就像这个叫念佛 分分秒秒都在念佛 所以我想我念这个各位都很久 放生就是救命 本来就是 但是你有没有时时刻刻在救命 所以念下来 观想比实际重要 所以佛法是心法 心法 你要时时观想你在救命 时时你在放生 特别放生跟念佛最有关系 众生是苦海 就捞起来 就是让六道众生你把他捞起来 让他脱离苦海 你要一直做 你要一直做 老实念佛 持续的念佛 敬念相聚 你要清静的念头 记住这句话 敬念相聚不是说 我不杀生了 我说我已经吃素了 你吃素还不够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吃肉 都是你的责任 你要为所有在吃肉的人 为他们忏悔 你要不断地积极地 水洗所有在吃素的 那你要让你这个念头绵密地相续 那你就没有浪费 所以从我们开车出去 我要去放生 我要去放生 所以佛陀是这样比喻的 这个故事我还是讲一次好了 有一个乞丐看到很多人在布施 他也很想布施看到出家人 所以他没办法人家给他几颗烂的葡萄 他吃完葡萄的肉 就把葡萄籽放在泥土里面开始种 他说哪一天我葡萄种出来 第一把我一定要来供养舍利佛 他就这样想 结果那个葡萄真的种了将近一年终于长出来了 一把他终于把它摘下来 舍利佛大慈大悲 早就知道了 他就过来 他不是要求他 他只是说对方要供养我 起了一年的念头终于成熟了 过来 这个人看到舍利佛跪在那边 师父慈悲摘下第一把 我供养你 我今天供养你 舍利佛错了 你不是今天供养我 一年前我就知道你在供养我 你供养我是一年的功德 你天天都在供养我 你没有一天不在供养我 所以你必定升天 这个是佛法的心念的问题 敬念相继 所以放生救命的问题不是今天 而是我天天在放生 我天天在救命 我天天在吃素 一直提醒自己这个 所以再来放生就是还债 这什么意思 如果你儿女天天跟你要钱要钱 你还不如赶快用她的名字把它放掉 你就可以还她债了 所以有人找你讨债 不管是什么债什么债 放生是最快的 放生就是救急 反正她要被杀了 有时候各位你要注意 你到市场 不行了放这个不会火 先不要管那么多 救她再说 救她再说 因为你不救她 她等下被火烤啊 煎啊 死啊 那种痛苦没办法形容 你把它放在你家小水煮箱 虽然你没得放 那两天以后自然死爆 她是怀着感恩的眼睛看着你的 她在你安详的爱护她跟念佛里面 她离苦了 但是至少不忍心看她痛苦 所以我还是要劝各位到有肉的地方 有海鲜的地方 念念咒 念念佛 拿着水偷喷 我每次去海鲜店我就看着老板一直笑 他就不好意思不笑 然后我就 然后我现在就懂了 居士赶快先去买一些 先给他买一点 买一点我再去喷他就不会讲话了 还把我相片贴在那边 海涛华师都来这家买哦 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们也会贴五色反同 因为我跟他们讲 这个风一吹啊 你杀掉了也可以超度嘛 他就不会找你儿子这样 他什么都不管 妈妈卖鱼 是为了给儿子去英国读书 对吧 针对他儿子讲话 所以但是你一定要跟他结缘 结缘 但是你不能舍弃对方 那些要被杀的 因为他们是活活的杀 都是活活杀的 所以放生就是救急 你要怎么想尽办法 帮助他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迫切 你有迫切你才会追求赶快成佛 你才要赶快正的八地 无身法人 你才可以分身百千亿 不要以少为主 反正我做了一点 我做了一万 念了一万声佛号 我可以睡午觉了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你 你连睡觉都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为他还在受苦 所以要有这个 因为大乘佛教是积极的 所以人家才会说 不杀生是消极的 吃树是终极的 放生才是积极的 那我想那是一个很快的生命力 我们学佛必须从世间的福报开始修起 也希望大家都有世间的福报 长寿 第二个呢 慈悲心很重要 各位刚刚我们去放生去海边 那个时候你就是在悲心三昧的状态 释迦牟尼佛说的 就算你都没有放到半只鱼 你只要看到别人在放生 或是你坐在家里在想放生的快乐 那种慈悲观一升起来 你的烦恼就断 要死后马上往生饭田 饭田 就是你有持背心的想法就可以了 何况你真实在做 所以你要用主动的这些行为来培养你的悲心 所以各位有时候你要观想一下得癌症的痛苦 我为他念佛 希望他停止痛苦 何况你不断地放生 所以我每天都要看放生的影片 他们传给我影片 相片 全世界各地的 我们在马来西亚天天坐 新加坡 新加坡昨天放了很多海龟 放了一些山产 还有印尼 我们有放生小组 然后呢 在任何只要可以放的地方 我们都在住 特别在大陆有很多放生小组 天天放生组 台湾也有 就各种方法 那时候我也告诉他们 你就算你不方便放生没办法 那你就帮我施食 施食是什么 蚂蚁 鱼 小鸟 有一次我去印尼一个小地方 我交给他一千块美金 他眼睛瞪着他 师傅要干嘛 师傅要干嘛 帮我买面包 开什么玩笑 一千块美金要买那什么 我说你帮我买一年吧 那些布施面包给那些鱼吃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边有个鱼吃 为了要找东西吃 然后就被旁边的鸟全部吃掉 我说你帮我买面包 捏紧一些 然后丢下去 沉下去 它就不会被鸟吃到 然后鸟你帮我买一些玉米 面包它也会吃 丢给它们 但是至少对我来讲 我可以天天吃北 他那一千块买吐司面包 要买几条 但是我说你不要间断 因为我的悲心不能断 因为你在做 我就会有一个悲心一直连线 所以各位这个 所谓关心众生 你不能光用 就是光想 你还变成一种真实的感觉 我跟他是连接在一起 就像妈妈不离开儿子 你不离开的 你随时会惦记着他 所以那你这样的悲心才会安住 叫悲心三昧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因为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精髓 慈悲心 不离慈悲心 你要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然后让自己不离慈悲心 喂蚂蚁 喂鱼 撒一点水 做烟共 随起放生 去参加 去市场